一般来说,花心这个词都是指男人 一提到这个词,大家应该首先会想到男人 这个词在男人身上再平常不过了 在女人看来,男人时刻有九个坏 并且,女人经常这样的评判男人 其实在感情中,男人对外的花心几乎都是留恋女人的美色 她们可能真爱的只有一个女人 可是如果女人花心,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女人不会只留恋美色,她还会一亲别恋 想得到的是爱,不一定是词 这样的女人就是白虎,从以下这几点中就可以看出来 第一,总是对男友说,有很多人喜欢她 要男友足够爱她 有的女人跟男人交往期间 总是对男友说,喜欢她的人有很多 要男友必须非常爱她 否则,她可能会被其他男人抢走 偶尔这么说一次可以,提起男友 引起男友对自己的重视 可如果女人经常对男友这么说 就像威胁一样,可能她真的有很多备胎 你可能也只是备胎之一 或者她根本就不怎么喜欢你 第二,总是对男人胡搅蛮残 女人任性矫情一些,其实是很正常的 男人对她呵护宠溺 这样在恋爱中能保持着最初的美好 可是如果女人没有分寸,就比较过分了 比如男人非常疼她了,她还老是耍小脾气 胡搅蛮残,挑战着男人的底线 这样的话,两个人的感情可能维持不了多久 所以说,女人还是要节制些,守护好爱情 第三,面对其他男人不会拒绝 在现在的社会,人们的思想都很开放了 女人也变得大胆了 虽然女人可以开放些 但是并不是要放荡 尤其是女人有自己的对象 有的女人有对象,还不清不楚地和其他异性来往 对很多异性都不会拒绝 比如有异性找她吃饭,玩乐,她就去了 还与异性不时地有些肢体碰触 女人这么做,可能会导致与男友的感情破裂 第四,只为一己私欲 有些女人比较自私,男人可要注意了 自私的女人可能会因为一小件事就和你大吵大闹 做什么事都只为了自己的利益 或者是跟一些晚辈,长辈耍心眼 男人跟这种女人在一起,可能会经常产生矛盾 对感情和幸福影响不好 所以说,这几种女人可是白虎 男人娶了她会吃亏的 男人要注意了 他会吃亏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